各位请看 我们两个结婚五年了 自从跟了她 我没想过一天服 我以为我找到了一个可以依靠的人 可是她太窝囊了 我真的好失望 她现在对这个家不闻不问 每天早出晚归 日子过得一塌糊涂 我对她很失望 我也想每天和孩子在一起 可是如果我不出去工作 那孩子吃什么穿什么 我靠得住她吗 她一点本事都没有 根本不像个男人 我觉得她现在心态已经改变了 是她要求太高了 跟我过不了全日子 本来生活挺幸福的 现在过成了这样 让我们用掌声 清除这对夫妻吧 掌声有请 男嘉宾王先生29岁来自湖南个体 女嘉宾谭女士27岁 同样来自湖南个体 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结婚几年了 三点五 四年多了 到底几年吧 五年了 确定啊 确定 我们是一一年结的婚 好 他们俩这个结婚还挺有意思的 据说是因为男生帮女生讨工资 所以才在一起的是吗 是的 怎么会讨工资讨到了一起了呢 就是她公司吧 我们在一起在一个公司嘛 同事 同事 就是老板欠她的工资不给 也有六千块钱 我觉得她个子不很高 感恩让老板欺负吧 我看不过去 我跟老板说 她出来也不容易是吧 家庭情况也不是特别好 我说你给她 老板说 这不管你的事 你来插一台干嘛 没必要 我就说行吧 我说 刚才我们走法律程序吧 告劳动局 告她 就这样 经过这件事 妈妈的就 相处得多一点吧 可能就这样 对我有好感一点吧 谈了多久 她就嫁给你了呢 我们谈了三年 曾认识到结婚 三年 我们是08年 08年 认识的 她也是我的初恋 那会儿应该觉得 她特别有英雄欺度吧 对 但是现在我觉得 那么伤心的话 也说得出 不像个男人 你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呢 我们不是以前 开了一个小影楼吗 然后她就是负责拍拍宝宝照 但是我在那中间的话 我要怀宝宝 我根本没时间打理 她经营了两年 实在开不下去了 还亏了三万多 但是我就觉得 这也不是办法 我就找我朋友借了钱 然后又开了一个广告公司 天黑的广告公司 我就全程地 打理所有的外面的一切 她就怪我在外面 怎么怎么样 然后还怪我不顾家 我就改变她 天天在家里 太不是男人了 知道吧 所有的家都是我去承担 我就搞不懂这是为什么 就是你怎么说 你不顾家 我有一次嘛 我们小孩生病 感冒了 花高收 将军四十度了嘛 当时我心情很急 只想第一时间到医院去世 我万一带钱包了 我就打电话给她 她说 这么俗情大样 但是我现在没时间 我有事接待客人 我说那行吧 我就很生气把电话挂了 她很多过家 但是我过去了呀 过去吗 当时也很晚 就是很晚过去 她就是很多过家 不在乎这个小孩 现在你们等于在 在经营广告公司是吗 谁在经营 基本上我打理的比较多 那她干嘛呢 她基本就是里面内部的事情归她管理 那不是她也在管吗 但是你应该知道现在的生意很难做啊 不可能你说天天客人等着给你送钱来吧 应该都要在外面去交涉嘛 她又不会交涉 所以这个事情应该都是我来处理 她反倒现在说成这样 反倒就是我不顾家了 她说你不顾家是吗 对 她说我跟别的男人怎么怎么样 就是有一次嘛 我一个生意上的伙伴朋友 他对外国坐了那个男的车 觉得我跟他游什么 但是我从楼上面亲眼 看见你们下车之后 还聊了两三分钟 说得有效的 但是将近三点了 所以我很自愿 他们在外面只是说说些小 没有 那没有 那不就是 所以我觉得很反应 跟这个男的关系不正常嘛 说话就不正常了 好吧 反正那你现在就等于你觉得 就因为她这样怀疑你 所以你觉得她不够严有很多事情 我们现在住的地方也不是特别好 因为就是她爸妈妈给我的一个老房子 下雨天还起个梅就几十瓶 你像孩子大了嘛 四岁多了 还过了两年就上小学了 我就觉得是不是给予孩子好一点的生活环境 就是学区房 但是那我很气愤 就是她没告诉我 就跟我爸爸妈妈去说 我们要买个学区房 就是要爸爸要钱 把这个老房子卖掉 我没有问他要钱 但是我爸爸妈妈跟我说的 但是我觉得我们年纪这么大了 没必要向父母要钱 我根本就没问他要钱 我就说 我们可以两个人带个款 然后把这个老房子卖掉 然后就一起努力一起去还黄贷 买个好点的房子 我不是为了我自己啊 我是为了我们的儿子啊 但是你有想过我们的儿子吗 我跟我孩子抱个兴趣吧 我抱了个舞蹈吧 觉得现在的小孩子不能输的起房线上 他结果就好 他说 你还发大冤枉钱 觉得我挂的钱就是不该 我觉得我们小孩不是很大 抱了个兴趣吧 我感觉他没那个天分 就是很硬的那个感觉 跳舞没那个天分就是 天分不是后天很硬的吗 但是那个星期八 一学期要五千块钱 我觉得没必要 还有一次就是银行啊 在他身上把手机板定我的 我收到信息 账号今天消费了将近三千块钱 我就打 我三千多块钱 我不是消费给孩子吗 但是你没必要买那么贵的 但是我们的经济小型只有那么好 我跟我朋友出去逛街 他说这个东西挺好的 我跟孩子买怎么了 你不跟着什么 跟别人参与吗 就买的衣服鞋子啊 我觉得这挺不错的 买了多少衣服 多少鞋子三千多 就是买了一个牌子的 然后就是衣服鞋子 多买了几套 小孩子穿好一点 自己也有面子一点嘛 反正我感觉他喜欢攀比 跟别人什么东西 你还好意思说攀比 就是国庆的时间 我跟同学去聚会 你看别人 别人都是开什么车 我坐个公交车 啪啪地开过去 丑死人了 所以什么 不一样的四个人子 一样的开啊 你还好说 一样的 你的是什么车 我都不好意思叫你开过去 难道他的车能飞吗 一样的车在地下跑啊 他又不能 你开个什么车 没错的 他开个什么车 就是一个两箱的小车 我觉得别人都是开的 三十万车 你开个这么 不是挺好的吧 我觉得没必要跟别人比富一样 自己的日子过得好就可以了 还有别的吗 他不体谅我 真的不体谅我 我在外面拼死拼活 他结果倒好 什么事情都做不好 这么没本事 我觉得 家务谁打理啊 我打得多一点吧 孩子谁接谁送 他不多 就是我送 因为我有时候去上班 顺带他就去接 他接还我 他接着 你们俩不是一个公司 怎么你上班 他不上班 因为他有时候起得晚呀 他去得晚呀 结果每次就是我去送啊 他就来的公司来得晚一点 所以你现在觉得 我老公特别不能干 笨笨的是不是 对 比不上你那些朋友的老公 是吧 对 没面子 就感觉我过得比他差人一点一样的 过得比别人 我问你 他对你好吗 还可以 还可以是个什么意思 生病的时候 挺关心的 关心你 然后我工作累的时候 他也会做做换 我那些事情都不怎么要我做 家务事也很少让你做 对 他挺体贴你的是不是 对 对孩子好吗 就抠 对孩子好吗 就是抠 很抠 抠就说明人家会过呀 你挣的不多 当然抠着点了 但也太辣了 为什么我觉得上舞蹈班他不行啊 他就是抠啊 孩子自己喜欢跳舞吗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让他上 那个当妈够糊涂的了 所以我就不喜欢他 因为他没那个天分 别浪费钱 知道吧 本来我们 他想买个好点房子 我想这个方面省一点 能省就省一点 是吧 你们说实话 你觉得现在幸福吗 幸福 你觉得现在幸福吗 不幸福 你为什么觉得幸福呢 我觉得我老婆很能干吧 老婆很能干 儿子还很可爱 你觉得很不幸福 不幸福 最不幸福的是什么 儿子肯定特可爱 是吧 那你不幸福 没钱吧 没钱啊 买不起房啊 还有呢 这最简单的 你说一个女人 最基本的生活 生活品质 我给有啊 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 所以你们看怎么办吧 来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题 挺幸福的 看着 我问自己一个问题啊 这个如果说换了一个学区房 特别理想的学区房 但是这个男人呢 因为要赚钱啊 他可能一个星期 都回不了家一次 换了一辆你喜欢的车 你说你朋友开几十万的车 那可能呢 回来的那一天 他也要所谓的应酬到半夜 你愿意吗 愿意换吗 这样的生活 这样也不好 也不好对吧 对 但他给你钱了呀 但是 这种也太那个了嘛 感情也会淡掉啊 哎 你自己把答案都说了 所以 钱等于婚姻的幸福吗 你现在不就说了吗 老公说 我觉得挺幸福的 你说不幸福 我没钱 钱等同于幸福吗 不等同对不对 你希望生活过得更好 拼搏向上 我认可 但是 你用所谓的大房子 好车 这种物质的攀比 来告诉儿子说 我不要让你输在起跑线上 但是 如果儿子的成长 是在这种 不健康的攀比过程中 长大的 他才是输在了起跑线上 其实孩子最需要的是 家庭的幸福 是父母的恩爱 是你们的 共同的爱陪伴他成长 所以钱买不来幸福的 对不对 先生 这眼眶都红红的 我理解你爱这个家 爱这个女人 但是他刚才说了一句话 他说早上上班 他早早就去了 你还在睡着呢 你不够努力 有时候很累吧 很累 女人打拼也很累啊 你知道 女人先天的生理条件 比男人就要差 对 他不累吗 他也累 但你累就可以 不起床 让他早点去上班 你多睡一会儿 你不够勤奋 不够努力 你的妻子需要看到的是 一个勤奋努力 向上的男人 也许 这方面我们做的好吧 对啊 所以其实 我觉得两位 可以调整的空间都很大 谁擅长什么 能够给家庭做的贡献 多的是哪块 我们把优点放大 也许你做饭没有他好吃 他做好了 他做业务不如你强 你就多跑点业务好了 何必那么计较 谁付出的更多呢 好好调整吧 不是大问题 祝你们幸福 谢谢老师 接受 我断定你们是来秀幸福的 如果不是 那你就是身在福中 不知福 一个踏实的男人 专一的男人 顾家的男人 在自己的另一半 遇到最大的问题 你是挺身而出的男人 是不是好男人 拥有这样的男人 是不是一种幸福 而这几个词 都是喜欢你的男人 你的男人有一个特点 相对来说内向 不是做销售啊 去外头呼风 换雨 朋友很多的那种人 他不是 他反而是 像家的一个男人 说他踏实 而在你看来呢 他是抠 那好 我问你 如果太像你一样 大手大脚 跟自己的朋友攀比 那这个家怎么办 他不省 你也不省 家怎么办 所以他只能省 这是踏实 第二 他很顾家 当你在外拼搏的时候 是谁 在想办法 分担你的责任 是他 因为孩子 生病 有了父亲在 你还能 他在外面去拼搏的话 谁给你这份踏实 谁在顾这个家 是他呀 这个公司里面 你主外 他主内 分工很合理 我请问 你每个月 给他开多少工资 你是老板呀 给他开多少工资 没开过 那为什么 为什么他不拿工资 给你干活 你是老板 为什么 因为这是你们的事 对不对 对 他有用没用啊 就这么样一个男人 不善交际的 但是当你遇到 你的老板 不给你钱的时候 谁替你要回了工资 谁在作为你的依靠 在帮你出头 是谁 是他呀 为什么呀 因为他爱你呀 反过来说你 攀比啊 开始比车 比花费 我不知道你一个月 你家庭收入多少 一下刷三千块钱 只是给孩子买些衣服 你觉得 这件事谁做的对呢 如果没有这么一个 我组内的男人帮你去管这钱 你这些钱早就造了 我还真建议你把财务大权交给他 兴许你那个房子的梦想就能实现 你能证 他也能证 目的是一样的嘛 都是要为一个美好的未来去奋斗嘛 只不过大家重心 战斗的战场是不一样的 赶紧回去甜甜蜜蜜的好好过日子 好吗 一起规划 小日子特别美 谢谢 谢谢齐总 托老师 也不光是他一个人 其实有挺多人身在腹中不知乎的 你那三千多块钱给孩子买衣服 怎么不给他买一件 淘宝上有买呗 他就在淘宝上买 孩子就买那么贵的是吗 如果你只是普通女人的虚荣 其实没什么 但是无论是 开的车 同学会 孩子买衣服 你都提到了面子两个字 所以你买衣服真的是为了孩子好吗 你是为了看上去有面子 你买车真的是喜欢车吗 其实只是为了有面子 其实有的时候你还真能理解它 为什么啊 你说女人应该爱男人的什么 容貌 才华 富有 人品 傻子都知道 应该爱人品 人品是根本的 但如果在一个女人面前戳着四个男人 一个颜值高 一个很有钱 然后还有一个是很有才华 一个只是老老实实 人品好 你会选哪个呢 你肯定会选前面三个 因为相比之下 人品是最看不出来的 不出事的时候 人品是最不值钱的 只有出了事的时候 你才会觉得 哇 人品好好啊 一路最后 看不出来的 这一路 我一路 有点 请不吝点赞 你会选择 我一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要说我不顾家 我希望你相信我 反正在以后的日子 我们两个人不想包容 不想相信对方 为自己的工作 为了孩子 一起创造明天美好的未来 以前有什么错 做得不好 那你误会 中午 不是来然 也许有的发念 肯定没做得好 那你也很生气 说的对不起 请人家 谢谢 达薇请 回答 哎 请关门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大家登陆 优酷土豆腾讯视频 搜狐网 乐视网 PPTV 聚力爱奇艺 收看我们节目的完整视频 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呢 游和 游和 哇 来吧 来 来吧 来来 来来来 完了 走了 哭了 对着镜头说再见呗 来吧 来吧 哎 你也挺坏的 你赶快要飞风过去 心他一口呗 快点 哎 这谁教你的呀 那就是编导挺坏的 刚才其实看到了你 妻子真爱你的那一面 现场落泪 说明他很在乎你 对不对 对 在不在乎人家吗 那过去吧 这男人有没有用啊 这男人请有用的 说要是 你让他过来 我本男士差不多就行了 快去吧 对了 也走一半嘛 对了 来 来 来 亲一个 亲一个 嘿嘿 来 有请我们的小发筒 有请 帮一下就不得了 亲一下 亲一下 你有没有担当 亲一下 我说你要个男人 哦 呀 笑 小子 你还是得努力啊 肯定努力了 来吧 祝你们幸福啊 嗯 谢谢 行了 牵着手走吧 感谢柬ulo 优优独播消灯